您片子里边提到说您前妻20年没买过衣服 其实我们俩主要是吧 这个生活方式家庭背景 这反差太大了 它天下就好像那种吧 就是节俭 穿啥呀 就结婚前做那衣服啥的呢 或者是有时候偶尔也不能说一件 当然我还是想十块二十块那种衣服 我也能理解 可能是节俭方式吧 不一样 是节省 节省 会过日节省 怎么说呢 也没过 从来没过我买过一件衣服 我公职内也是全交假 我还是俩不同 俩的原因 肯定他有不对的地方 那您俩平常沟通的多吗 唠嗑不 咱俩差距太大 您早说差距 差距啥呀 主要是沟通障碍呀 性格也差距太大 他就是怎么形容的 就好像笑得神经坏死了 不会笑 就笑得开管吧 打不开了 你逗他不 我感觉你挺幽默的 幽默也幽默不了他 就是两个人 真的不能够生活在一起 不是说谁好谁赖 而是真的不合适 你看他不买衣服 也可能从节俭上 看出他的优点来 他可能宅在家里 他就是不希望能够 外面干扰自己太多 但是如果真的觉得 对方不能够适应自己的话 这个婚姻解体 无可厚非 所以还是要找 最适合自己的类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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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